對 因為那個一定是人撿的 他撿的 兩側撿的很平均 然後很 就是對立的邊緣 所以這個都是人去故意撿的 這一隻蒼翡翠是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民眾在路上就看到我們同事 就交給了我們同事說 他撿到了一隻蒼翡翠 回來之後我們才發現他的羽毛被撿過 所以他應該是有被飼養過 然後羽毛被撿了之後他沒有辦法飛 飼主可能覺得沒有辦法再養他了 所以就棄置在某個地方 然後被撿到了送來我們這邊 那一開始我們覺得 他可能沒有辦法直接把他也放 經過受益師的評估呢 就把他放在那個室外的一個飼養的空間 他雖然室外可是是圍起來的 那裡面呢有比較自然的環境 慢慢距離人比較疏遠一點 跟人有一點警戒心 因為在野放之前不能讓他太親近人 這樣子他野放的以後的那個成長是比較不好的 因為他還是小鳥 他不是成熟的鳥 那後來呢在獸醫的照顧之下呢 他的羽毛呢就換了 那最近換了之後呢 評估他應該是可以好好的飛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到這個毛山塔這個地方呢 在一個比較適合的環境呢讓他飛出去 那這個過程呢讓我們知道 其實鳥類在人的飼養上面其實是不好的一個狀態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野生動物 那如果大家為了想要擁有一隻很美麗的鳥 而把他抓來飼養 其實效果是不會有太好的結果的 所以請大家多多留給野生動物一個自然成長的機會跟空間